好,我们开始上课 这是我们刚才 在上一节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 这个,啥呢,这个力气 那先把这个力气呢,我们再分析一下 我们刚才说让大家呢,把这个力气呢,看一下 然后大家呢,再看一下这个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中有几个独立的回路 那我们显然一看有三个网孔 所以呢,肯定有三个独立的回路 所以呢,你就选三个独立的回路 就可以了 好,那咱们下面呢,我们把它拽下 第一个呢,我们把电流源 两端的电压U呢,作为附加量 这我们刚才说,你电路中如果有 电路中如果有独立的电源 电流源 那么我们再列这个独立回路时 这个电流源呢,要特别的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理想的电流源 两端的电压呢,也作为位置量 两端的电压呢,作为位置量 我们把它处理一下 好,那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设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设这个电流源 两端的电压U 设电流源两端的电压U 那么然后我们选这个独立的回路呢 就这三个网孔 三个网孔呢,肯定是三个独立的回路 我们前面做的多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 方程的列一下 好,三个电路中有三个独立的回路 假设回路的电流如图所思 则各自回路的开外路放程应该是 大家想一下,这是第一个回路 应该怎么列 自主 自主 应该是20加15加10 应该是45欧姆 所以呢,应该45欧姆 乘RL1 再看和这个第二个回路的互主 应该是15欧 显然应该是负的 因为它两个扰形方向不一样吗 和第三个回路 也就是R13呢,应该等于负的15 而且这个回路的电源呢,没有 所以呢,应该第一个回路应该是 20加15加10 RL1 减上一个10倍的RL2 减上一个15倍的RL3 15倍的RL3 所以呢,应该等于0 好,那我看第二个回路 第二个回路也就是R21呢,也是负10 所以呢,也就是负10倍的RL2 再加上一个 它这个回路的 它这个回路的自主 应该是10加上一个30 RL2 那么 再加上一个 这两端的电压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呢 作为独立的电压源处理 也可以 所以呢 加上这两端的电压 就等于这个电源电压 等于50 US1 好,那对于第三个回路来说呢 显然是负的15倍的RL1 它互主嘛 负的15倍的RL1 那么减掉 负的15倍的RL1 应该再 减掉一个U 也就这两端的电压 减掉一个U 再 加上一个15 加上一个40 这是它的自主 应该等于这个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 这个电源电压 显然是负的 所以呢 我们列出来方程 是这么一个方程 好 那么 无办电流源所在自路 有电流RL2和RL3的通过 所以呢 我们一看 这有个附加方程 什么样的附加方程呢 也就是说这个 RS2呢 和RL2和RL3 之间的关系 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附加方程呢 应该怎么写 显然应该 RS2呢 应该等于 RL3减上RL2 因为这两个电流呢 在这个自路上呢 流动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呢 应该是RL3减RL2呢 等于RS2 好 那么应该是 附加了这么一个方程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 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 那么这个电路呢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电路呢 我们把它改了一下 中间呢 换成一个独立电源 独立电源 所以呢 我们列一下 回路电流方程 回路电流方程 同理我们还是一样的 我们设置个独立电源 两段的电源呢 是U 最下呢 我们就可以 假定这个回路电流流动方向呢 是这么一个方向 而且我们还是选了三个网孔 这样的话 我们列出来回路电流方程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回路 应该是RS加R1加R4 自主 和第二个回路的互主呢 R12等于负的 R1 R13呢 等于负的R4 等于这个回路呢 扰心一圈的电源源呢 应该是US 所以呢 应该等于啥呢 RS加上一个R1 加上一个R4 R1 减上一个R1 R2 再减上一个R4 I3 应该等于US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呢 第一个回路方程 第二个呢 显然一个负的 R1 I1 没问题 R1 乘上一个I1负的 再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多少呢 加上一个 它的字组 应该是R1加R2 R2 那么这个回路呢 它在第三个回路之间 没联系 没有中间的 没有互主 所以呢 互主呢 它的互主 我们算为零 那么 可以把这个U呢 作为一个电源 也可以作为两道电源 所以呢 我们写出了 这个方程呢 应该是 负的R1 I1 加上一个R1 加R22 等于U 可以把这个 独立电源呢 把这个呢 作为一个独立电源 好 那么下面列第三个 第三个呢 应该是R3 I 那负的R4 所以 负的R4 I1 加上一个R23 加R24 23 等于多少呢 等于负U 因为这个绕行一圈 先碰到这个电源源呢 正极性端 所以等于负U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列出来的 这个回路电源方程 其实还应该再附加一个方程 应该是啥呢 I S应该等于 什么啊 附加一个方程 I S显然应该等于 R2 减上一个I3 所以呢 增补一个负用 I S等于R减S 把这个呢 应该加上去 因为你这儿呢 多有了一个位置数目 好 那么 这次呢 啊 我们一种做法 其实我们第二种做法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了 如果碰到这个电源源自路 也特别是无办电源源自路 我们最好呢 把这个回路呢 选一下 使这个电源源自路呢 仅属于一个回路 仅仅属于一个回路 那么可以减少方程数 就这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句话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呢 再重复一遍 也就是说 如果在选取独立源回路时 我们在选取独立的回路时 使电源源 使理想电源源自路 使理想电源源自路呢 仅仅属于一个回路 仅仅属于一个回路 那么可以减少方程数 那么我们方程数呢 可以减少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选取这个独立回路 使理想电源自路呢 仅仅属于一个回路 那么可以减少方程数 好 那么你看我们现在选回路呢 第一个回路还是这个 原来的回路 第二个回路呢 还是这个 特别的 这个回路 那么我们第三个回路呢 选的比较大 那么也就跨了这个212223 选了这三个回路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RS2呢 也就这个自路上的电流 就是这个R2 所以呢 也就R2回路上的电流 那我们就等于RS 好 那么我们呢 也就这个回路的方程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列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选取独立回路的 列回路方程 对第一个回路 仍然一样 那么是啥呢 这个R1 RS24呢 加起来 I1 再减上一个R1 R2 R1 R2 再减掉一个R1 加R4 R1加R4 注意一下 这个独立 这两个回路 直接的公用电子 R1加R4 R3等US 那么这个回路 第三个回路 第三个回路是R1加R4 负到R1加R4 也就是R1和3 回路之间的 啥呢 互组 再加上1和3 之间的这个啥呢 2和3之间的互组 是R1加R2 这两个应该是正的 我们前面说过了 再加的一个 第三个回路的字组 R1加R2加R3加R4 加R3加R4 乘I3 应该等于0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列的这个回路电流方程 那么其中有一个 附加方程呢 就是RS S2呢 等于RS 所以呢 我们仅仅列了三个方程 看来也就是我们 这个字路电流呢 如果把这个字路 把这个字路 把这个回路呢 选择的方向 的选择呢 改一下 是这个电流源字路呢 仅仅属于一个回路 那么方程数呢 可以减少 减少方程的数目 所以呢 看来我们这个 啥呢 我们这个 回路电流法呢 的确 要比网孔电流法呢 还是有优势 尽管网孔电流法呢 很简单 我们一看就知道 就有那么几个网孔 然后呢 沿着那个 沿着那个网孔呢 列 网孔电流方程就行 但是呢 如果碰到这个 无办电流源的话 处理呢 就是 稍微 弱选的困难一点 那么我们这个 独立 我们这个回路电流法呢 碰到这种问题的话 就很简单 我们避开 把这个电流源字路呢 仅仅给 让它呢 属于一个回路 那么可以减少方程数目 相对来说 要比回路 网孔电流法呢 要简单一点 那么这个是 我们把这个题目呢 做到这儿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 收空源字路的处理 刚才独立 这个无办电流源字路的处理 我们下面呢 看收空电流源 这样的处理 这个当电路总的 含有收空电流源时 对含有收空电流源字路的 电路 可先把收空电流源的 档子独立电源呢 按出方法的列方程 再将孔制量呢 用回路电流呢 表示 之前呢 我们也说过 就是说 你如果还有这个收空源的话 我们可以把收空源呢 暂时作为 斗里电源呢 看待 你列方程 但是我们在这儿呢 一定要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列的是 回路电流 所以呢 我们把孔制量呢 要用回路电流呢 来表示 孔制量要用回路电流 来表示 好 这个呢 概念很简单 我们下面呢 做一个棋 做一个棋 好 那么这个棋呢 还是我们前面 形式 跟上面这个棋呢 是一样的 形式是一模一样的 对 唯一是中间这个桥的这个对角线 这个字路呢 我们换成一个 电压孔的电源源 哎 我们的换成一个电压孔制电源源 那么电压孔制电源源 这个电压源的大小是多少呢 这个大小是5倍的U 电压孔制电源 这个大小呢 是5倍的U 好 那么也就是你看 那么这个 他受哪个电压孔制呢 其实就是受这个 二三两端的 这个电压的孔制 而且这个电压源 两端电压是5倍的U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这个回路呢 电流方程呢 列一下 好 那么还是我们选取 三个独立的回路呢 如图所赐 选了三个网孔 选了三个网孔 那么我们把这个三个网孔呢 我们再把这三个回路方程呢 列一下 这个呢 已经显得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在这呢 不详细的说了 好 那么第一个回路电流方程呢 应该还是这样 这三个 三个电子加起来乘L1 再减掉这个电子上面 R1乘L2 再减掉R4乘L2 等于 第一个回路 跟前来一模一样的 第二个回路 应该是 负的R1乘L1 负的R1乘L1 加上一个R2乘L2 R1乘L2 R1加R2乘L2 它和第三个字路呢 没联系 没联系呢 那就没有电子了 那么等于多少呢 等于5倍的U 所以呢 我们列出来应该是这样 负的R1乘L1 这个字组 护组 那么字组呢 是R1加R R1加R 等于多少呢 5倍的U 好 那么对第三个回路呢 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列出了 负的R4A1 负组 R4A1 再加上一个R4 加上一个R23 这是字组 I3 等于多少呢 等于一个负的5倍的U 5倍的U 好 我们列到照以后呢 我们看了 还是把这个 收空的电压源呢 我们看出了独立的电压 我们看成这个独立电压源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电路 就是我们把 看成一个独立电压源 我们列出了这个回路电流方程 是这样 好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 我们要把这个 孔制量呢 用字路电流呢 来表示 也用这个回路电流 也用电流来表示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看 这个U呢 显然是这个I3呢 在这个R23上 引起的压降 所以呢 我们再附加一个方程 就是这个U 等于I3乘R 3乘I3 附加 把这个方程呢 给它附加上去 附加上去 所以呢 那这个仨呢 我们增补的方程 是这么一个方程 好 那么这个是咱呢 这个是 我们 对含有收空源自路的一个处理 含有收空源自路的处理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 这个电路 那么 这个电路 它用回路电流法呢 求解 头四电路中的电流 I1 大家下方 这个电路 电路呢 看一下 电路呢 头看起不复杂 但是呢 这个电路中 含有的元件呢 比较多 含有的元件的比 含有这个元件的总量呢 比较多 既有 电流 既有收空源 又有独立的 无半电流源 也就无半电流源 那么这个呢 收空电流源呢 这是一个 这个15欧姆 一个电路上 这个电流的孔制 电流的孔制 当然这个呢 收空源呢 电流源 我们可以认为 这5欧姆这个电路呢 是它的一个 并连电路 可以不认为 它是一个无半的 但是这个6欧姆 这个6安培 这个独立电源呢 应该说是无半的 是有半的 这个电流源呢 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无半的 也可以认为 它是有半的 那一看这个收空母电路呢 怎么给它解 你怎么划分这个电路 好 大家把这个电路呢 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电路呢 分析一下 当然这个电路呢 分析有多种方法 应该说 分析方法呢 因为就用我们前面 那种分析方法 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呢 能解决了 也可以能解决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 回路电流法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电流呢 爱意求一下 选取独立回路 你用回路电流法 你首先呢 要选取独立的回路 首先选取独立的回路 那我们选取独立的回路 好 我们选了这么三个回路 这三个回路呢 是这样选的 那么这个回路呢 选了呢 我们故意想 想啥呢 故意呢 我们想把这个电源呢 作为无半的电流源 作为无半的电流源 选了这么三个回路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回路的选法 怎么选 好 那么第一个回路呢 是啥呢 第一个回路选的很大 就是外面这一圈 这个元件呢 包含了这个 这个 形成的这个回路 你看 形成的这个回路 因为10Ω的电子 和10Ω的电子 和5Ω的电子 这个回路呢 包含的 这些电子呢 包含的回路呢 我们作为第一个回路 第一个回路的方向呢 就是审视阵 那么第二个回路呢 就是啥呢 这个6Ω 6Ω的这个无半电源呢 跟这个10Ω的这个电子呢 形成这个回路 我们这个回路的方向呢 取逆思阵 来 去逆思阵 那么第三个回路呢 是这个无半电流源 收空的这个电流源 该这个5Ω这个并连 这个电子并连 形成的回路 我们这个方向呢 也取审视阵 大家想看一下 我们为啥要 这样方向的一个取 一个你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回路呢 我们取 这个IL2呢 该这个方向呢 该我们独立电源的方向呢 是一样的 斗里电源方向 如果一样的话 那我们这个IL2呢 自然就等6Ω呢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该它方向呢 也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IL3呢 就等于0.4倍的Ie 我们这样选一下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回路电流方向呢 列一下 列回路电流方向 大家想看 第一个回路呢 这个方向我们怎么列 第一个回路呢 应该它的字组 应该是10Ω 第一个字组 10Ω加上一个15Ω 再加上5Ω 显然是30Ω 所以呢 应该是15Ω加5Ω加15Ω 应该是IL1 第一个回路电流 那么第一个回路呢 该第二个回路的 字件的互组呢 应该就是这个15Ω电流 那么这个15Ω电流呢 应该是正的还是负的呢 应该说是负的 因为它两个电流方向不一样 所以减掉一个15Ω的IL2 那么第一个回路呢 和第三个回路的互组呢 应该是5Ω 这两个电流方向呢 显然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加5Ω的IL3 等于多少呢 等于0 在这个圈里面 没有电源源 也没有电源 所以呢 我们应该加起来等于0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回路 第二个回路 第二个回路应该是啥呢 第二个回路呢 应该是 它和第一个回路的互组呢 应该是10 负15Ω 所以负的是IL1 再加上这个回路的自组呢 也是15Ω 就这一个电阻 所以加10 10倍的IL2 加10倍的IL2 应该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电流源两段的电阳 应该等于电流源两段的电阳 等于电流源两段的电阳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种做法呢 是把这个 这个啥呢 我们把这个呢 直接得出了这个 刚才说了 直接得出了这个IL2呢 等于6 也就是这个电流源的电阳 电流 那么这个IL3呢 就是这个收控电流源的电流 收控电流源的电流 那么收控电流源的电流呢 等于0.4倍的I1 那么就等于0.4 IL1 因为I1呢 就是IL1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把这几个方程呢 我们连里解一下 就可以求出这个啥呢 I1等于IL1 就等于这个1.875 所以呢 看来也就是我们刚才说 因为我们这样呢 可以这样选一下以后呢 这个独立电源呢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字路的话 我们把这个回路呢 就做出来了 这样选一下 也简单 好 那么我们第6呢 我们就做到这儿 利用这个回路电流法呢 求这种电路呢 我们是看来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简单 好 第7 第7 好 咱们看一下第7 第7呢 这个题目的要求呢 是这样子 求投资电路 总是这个电压U和电流I 电流I呢 和电压源产生的功率 电压U 电压U 就是这个电流源两单的电压 和这个电流I 也就是3Ω 这个电路上的电流 以至于和这个电压 电压源呢 产生的功率 大家呢 看一下 这个题目的要求 大家把这个题目的要求 看一下 我们这个题目的要求 把这个题目看一下 这个题目的要求 当然我们在这儿呢 是要求大家 用回路电流法 用回路电流法来做 那么我们要求 这个4V 这个电压源上的电压 的话 我们只要求此 这个流过 这个电压源的电流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求此 如果我们求此了 这个自路上的 这个电流的话 那么这个电压源上的功率 我们就知道了吗 所以呢 看来还是要求这个 电路上的自路上的电流 所以呢 那就牵涉到 拥有回路电流法 那就牵涉到 我们要列回路电流方程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回路电流方程呢 列一下 首先呢 要选独立的回路 当然这个呢 上面呢 我们刚才说 有无半的电流源 你怎么样选 这个问题呢 更简单 怎么样选一下 这个问题更简单 好 那咱们 你先自己想一下 我们刚才做了那么多期了 你怎么样选 当然这个方法呢 不易 也就是说 怎么样做 更简单一点 好 大家把这个题目呢 先看一下 大家把这个题目呢 先看一下 尽管 我们这个电路里面 有很多这个 好几个网孔 也就是说 应该有四个网孔 那么又四个网孔的话 可以三个呢 独立电源 所以呢 我们选的适当的话 这个电路呢 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也就列这个方程呢 非常简单 方程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把这个 啊 请呢 咱们这一块呢 共同把它做一下 一块共同做一下 好 那么我们选取独立的回路 如同所思 就跟我们想象的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 要选 哎 这个呢 我们刚才说了多少遍 包括我们前一个利器 也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啥呢 独立电源呢 作为回路的一个资路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回路电流呢 就是这个资路的电流 所以呢 你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回路呢 这个回路选为二 第一个回路 那显然这个回路电流 就是两安排 那么我们把这个回路呢 造为第二个回路 那这个回路电流呢 显然 也是两安排 那么回路三 作为它的话 那个回路电流 也是 这个是三安排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取这个大的回路 为什么我们要取大的回路呢 那么我们取这个大的回路呢 可以避开这个电流源 我们前面说过了 你可以避开这个电流源自路 也就是说 可以把这个电源源 两端的电源的U呢 我们可以不求它 避开电源源 电流源自路 避开电流源自路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回路一 把这个回路呢 这样选了一下 我们就可以列次回路电流方程 列次电流方程 那么我们列直流 回路电流方程的话 我们仅仅 对这个回路四 也就是这个大的回路呢 列方程 因为其他回路呢 这个电流已经知道了 我们刚才说 我们有意的呢 把这个回路呢 这样选一下 是回路是这个电流源自路呢 仅仅是回路的一个自路 那么这样的话 回路电流不是知道了吗 所以呢 我们在这呢 自可以自列这个大回路 也就是这个回路四呢 它的这个回路电流方程 那么简单的多了 尽管有四个回路 我们仅仅是列一个回路 好 那我们把它列一下 大家先想一下 这个回路呢 我们怎么列 这个回路呢 怎么列呢 你先看这个回路的自主 应该是多少呢 自主 自主呢 显然应该是 三欧姆加一欧姆 再加两欧姆 这应该是六欧姆 自主 那么户主呢 他该第一个自路的户主 应该是三欧姆 但是正的负的呢 显然这两个方向不一样 所以是负的 那么该这个回路呢 该这个回路二呢 他的户主呢 应该是一欧姆 一欧姆是正的呢 还是负的 应该是正的 因为他两个方向一样 那么和回路三呢 和回路三有没有自主呢 户主呢 应该说有 回路三的户主呢 也是三欧姆 三欧姆呢 在这呢 显然应该是 显然应该是负的 负的 所以呢 我们 然后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了这个 回路四的回路电流方程 回路四的回路电流方程 那么这个回路的电源呢 就是四负嘛 当然我们再按这个荒姆化的话 应该不四负 所以呢 我们这一下 根据我们的分析 我们直接可以写出来 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来 这个回路 电流的方程 应该等于多少 应该怎么写呢 应该是负的 三乘爱一 再加上一个 一乘上一个二二 再减掉一个三乘爱三 也就这个电子 大概这个回路 再加上一个 一加二加三 I L四 应该等于多少呢 等于负的四伏 那么I E呢 等于两安倍 R2呢 等于两安倍 I3呢 等于三安倍 完了吗 所以呢 我们写一下 好 大概回路的电流方程 I E等于两安倍 R2呢 等于两安倍 I3呢 等于三安倍 好 那么列回路电流方程 那么就写算 六倍的I4 也就这个回路 自走六乘I4 再减掉一个 三倍的I1 这两个互组嘛 再加上一个22 这个互组 上面的电流 再减掉一个 四倍的 四倍的I3 四倍的I3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四倍的I3呢 应该是啥呢 也就是这个电阻呢 应该互组呢 应该是 包括这个EΩ 所以呢 应该互组 由EΩ和3Ω 加起来减 四倍的I3 应该等于负4 这没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 这要少算了呢 把这个一个忘了 好 那么应该减掉 四倍的I3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咱呢 把这个I4呢 就可以求出来了 把I4就求出来了 那么I4求出来以后呢 把I4求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I呢 就知道了 所以呢 我们解回路方程 得到这个I4呢 应该等于两倍 I4呢 等于两倍 大家现在看一下 I4等于两倍的话 这个I应该等于多少呢 I应该等于多少呢 I从这里面 显然能看出来 等于I1 I1 加上一个I3 减上一个I4 从这个图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 也就是你看 这个I1呢 是向下流 这个I3呢 也是在这个电子上 也向下流 这个I4呢 在这个电子上 向上流 所以呢 I呢 应该等于I1 加上一个I3 再减掉一个I4 看这个方向 大家看出这个方向啊 那么I呢 也就是I1跟I的方向 相同 I3跟I的方向 在这个电子上的方向 相同 只有这个I4 I4呢 在这个电子上的方向呢 在这个I的方向反了 所以呢 应该是啥呢 I呢 应该是 应该是I1 加上一个I3 减掉一个I4 最后呢 应该等于 两倍 I呢 知道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电流I呢 知道了以后呢 我们 他让你要求 这个电阻力 这个电压源 两大的电压 也就是说 这个电流I 知道了我们电压源 两大的电压 我们怎么求 大家看一下 这个电压源 两大的电压 怎么求呢 其实很简单 那么你看 那么这两段的电压呢 显然应该是 这个两欧亩电阻上的 压降 加上一个四伏嘛 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们看得清楚 当然你从其他途径呢 也可以求出来 比如说我们求是 这个电阻上的 两段的电压了 那么减掉这个电阻上的电压 就他两段的电压 那么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 两欧亩这个电阻上的 压降 再加上一个四伏 这个电压源 两段的电压四伏 那么就是这个U 那么这个两欧亩上面 这个电阻上的压降 是多少呢 就是I4乘上一个2 就是这个回路的电流 I4乘上一个2 再加上一个4 所以就是这个U 所以呢U应该等于啥呢 等于两倍的I4 加上一个4 那就等于8V 等于8V 好 那么也就是看着这个电路呢 尽管呢 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呢 少为这列一个回路方程 而且只要我们这个电路呢 这样列一下 那么这个问题呢 马上就解决了 马上就解决了 好 那么这个是咋呢 回路电流法 我们把这几个电流 把这个回路电流法呢 它的使用 它的应用 那么我们应该说 回路电流法呢 应该是 回路电流法呢 应该是在网绘电流法 有很像的地方 非常非常像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网绘电流法 搞回路电流法呢 稍微 方法的一样 稍微呢 就是有它一点特点 那么也就是它呢 使用面的更快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 选这个方向回路的时候 选回路的时候 有点技巧 如果我们能选对 那么对这个方程呢 非常有利 这个是我们这个题呢 我们就做到这 那么这个回路电流法呢 我们就说到这 大家要注意一个 当然回路电流法呢 我们刚才说了 跟网绘电流法呢 方法是一样的 还是要求自主 求护主 求回路的啥呢 这个等效的电源 只是要注意 他们之间的护主 好 再一个呢 就是这里面 对于这个无办电流源 的处理 如果选的非常 如果选的 合适 那么我们这个电路方程呢 就比较简单 那么也求起来 比较简单 刚才上面这个题呢 就是个例子 好 那么这个回路电流法呢 我们就说到这 下面呢 我们看 我们这个电路 第三种 第四个应该是 应该是第三个的 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就是节点电压法 那么节点电压法呢 是一种什么方法 我们先给大家一些概念 第一个呢 是节点电压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什么是节点 那么我们节点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了那么多 就是三角或者三角 以上之路的焦点 那么节点上 肯定有电压 那么我们先看 节点电压 怎么定义的 我们在电路中呢 任意选择 某一节点呢 为参考节点 那么我们不是在 前面一再说 列这个什么呢 列这个 之路电流放程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 其中一个点的 作为参考节点 因为N个节点的话 有N减一个独立的节点 有一个节点呢 是 如果加上以后 是不独立的 所以我们把那个节点 作为参考节点 所以呢我们在电路中呢 有任意选择一个节点 为参考节点 那也不是还有N减一个 独立的节点吗 所以呢我们先选择 一个独立的参考节点 其他节点呢 和此参考节点之间的 节点之间的 电压呢 成为节点电压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节点呢 作为参考节点 其他的任意 其他的还有N减一个节点 那么那些节点呢 和这个节点 参考节点之间的电压呢 我们才叫做节点电压 节点电压 好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概念就是说 节点和参考节点之间的电压 就是节点电压 节点和参考节点之间的电压 就是参考电压 当然我们为了简单期间呢 我们把参考电压呢 稍为零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参考节点呢 是零 好 那么节点电压法 那么我们前面呢有几种方法 就是说 自路电流法呢 就是以自路电流呢 为变量的求解电路的方法 那么 网孔电流法呢 是以网孔电流为 为代求量的求解电路的方法 回路电流法呢 就是以回路电流呢 为变量的求解回路的一种方法 我们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节点电压法 就是以节点电压 为 位置量 列写方程 分析电路的一种方法 列写 以节点电压呢 为位置量 列写电路方程 分析电路的方法 在前面一样 前面呢 我们自路电流法 是以自路电流为位置量 回路电流呢 是以回路电流为位置量 网孔电流呢 是以网孔电流 网孔电流法呢 是以网孔电流 为位置量 我们这个节点电压法呢 是以节点电压为位置量 节点电压为位置量 好 那么 我们在这儿呢 再多说两句话 那么我们前面说 我们这个自路电流呢 法呢 方法呢 简单是简单 而且非常直观 但是呢 适合电路呢 不能太复杂 自路电流速呢 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 列写的方程呢 非常复杂 那么我们用这个网孔 求起来呢 就更简单 那么也就列的这个啥呢 也就列的方程速呢 比较少 也就一个网孔呢 肯定有几小字路 总成的嘛 所以呢 这个方程速呢 一下子就下来了 那么可以说 电路总的这个啥呢 节点速呢 也不会很多的 因为一个节点呢 咱们不是说有 若干桥子路呢 这个点呢 就是节点 所以呢 我们这个节点电压法呢 应该说 也是比较 应该说 比较 啥呢 方程速呢 比较少 便于我们计算 可以说我们这个计算机辅助设计里面 像那个P4S里面呢 用的 这个方法呢 使用的方法就是节点电压法 我们把这个节点电压法呢 怎么样 列写这个方程呢 我们介绍一下 方程的列写 我们刚才说 我们这个电路呢 有N个节点 N个节点 有一个节点呢 不独立 所以呢 我们把那个节点呢 参考节点呢 先选出来 把那个节点的电压呢 作为零 电位作为零 所以呢 把这个参考节点 写出来以后 把其他的N减一个独立的节点呢 在这个电路中呢 先标明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选定这个参考节点 当然我们你看 我们这个电路里面 应该说有四个节点 四个节点 一二三四 应该说有四个节点 一二三四 那么我们一二三四呢 我们要选这一个节点呢 作为参考节点 所以我们把这个节点呢 选作为参考节点 那么其他有三个独立的节点 我们一二三 把这几个节点呢 作为独立的节点 那么独立节点的话 我们把这个标号呢 给它标出来 那么就表示 我们标出了这几个节点呢 我们作为这个独立节点 参考节点呢 我们用一个接地符号 这是电路里面接地符号 那表示它的这个电压呢 这一点的电压呢 等于零 电位等于零 电位等于零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N加一个独立的节点呢 表示出来 那么我们列 KCL方程 我们N减一个独立的节点呢 可以列 N减一个独立的KCL方程 所以呢我们下面呢 就列这个独立的KCL方程 KCL方程 好 我们下面呢 我们把它列一下 你看 我们这个电路里面 一共有三个独立的节点 那么我们对每一个节点来说呢 我们列这个独立的方程 电流方程 好 KCL方程 好 那我们下面就列 对节点E来说呢 应该是 电流呢 流进的等于流次的 流进的等于流次的 你看流进的电流有哪几个呢 一个是RSE呢 是流进的 一个是RS2呢 是流进的 那么流出呢 是I1和R2 所以呢 我们应该I1加2呢 等SE加R2 流进的电流等于流出的吗 这接下来我们电流定律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 第一个节点呢 那么第二个节点 大家看一下 应该怎么列 第二个节点应该怎么列呢 还是流进的电流等于流出的 流进的等于流出 显然应该是 啥呢 应该是R2 R2 等于I3加S 所以对第二个节点来说 显然是 或者是负的R2呢 等于I3加S等于0 流进 流出这个节点的电流呢 再说和呢 等于0嘛 所以我们列出 节点2的方程 是这个方程 那么节点3呢 更不用说 等于3呢 应该等于 2S2加上一个I5 注意一下 我们流 我们设这个 流过这个电流 电压源之路的 这个电流呢 是I5 你看我们就标出了 这个是I5 所以呢 流出的电流呢 应该是I5 加上一个22 I2 流进呢 是I3 所以呢 我们写出了这个方程呢 应该是Is2 加上一个I5呢 减I3等于0 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电流方程 好 那么我们节点的电流方程呢 我们列出来了 那么我们节点电流方程 列出来了 我们知道呢 像I1 222 23S和I5呢 这都是自路电流 都是自路电流 那它跟我们这个节点电压 有啥关系呢 我们不是以节点电压 为参考量 为位置量 那么你这个呢 现在没有节点电压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要想办法 把这个自路电流呢 用节点电压呢 来表示 你既然要以节点电压呢 为变量 所以呢 我们要想办法 把这个节点电压呢 把这个自路电流呢 用节点电压来表示 哎 节点电压来表示呢 这样就好办了 大家看 将自路电流呢 用节点电压来表示 你看 那么这个电流源自路 这个你就没办法表示 这是人家独立的电流源嘛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这个R1这个两单的电压呢 就是 两单的电压 就是这个节点1 节点1的电压 就是节点1的电压 这显得可算 因为节点1呢 该参考节点之间的电压 这两单的电压呢 就是U 我们写一个UN1 节点1的电压 就是这个R1两单的电压 好 那么你再看一下 R4上两单的电压呢 统立R4两单的电压呢 就是这个节点2的电压 就是R 节点2的电压 那么这个R2上的电压是多少呢 R2上的电压 显然是 节点1的电压 在减上一个节点2的电压 所以就是这个电阻R2两单的电压 就是这个电阻R2两单的电压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是这个自路上的电流 那么我们把这个自路 这个R2两单的电压求出来 那么用这个三 把这个R2一词呢 就是R2嘛 这个自路上的电流 我们就知道了嘛 同理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R3自路上的电压 你看 应该是R2 第二个节点上的电压 对D的电压 在减上一个 这个对D的电压 那就是这个R3两单的电压嘛 这两单的电压呢 持上一个R2三不就是I3吗 不就是I3吗 好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I3呢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那么I3呢 也就是我们知道R3 我们知道R2三呢 就可以求出来 也就是知道R2三两单的电压 我们可以 知道R2三两单的电压呢 我们用这两单的电压呢 只差我们减 持上一个R2三呢 就是这个自路上的电压 也就是这个自路上的电压 所以呢 I3呢 应该UN2呢 减上一个UN3呢 减上一个UN3 持上R3呢 就是I3 好 那么这个I5等于多少呢 大家想一下 I5就是R5两单的电压 应该等于 这个第三点的电压呢 减上一个US 那就是R5两单的电压 持上一个R5呢 那就是这个R5呢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各自路上的电流求出来 然后带到上面 那个放程里面去 我估计就可以得出来一个 以节点电压为 参考为再求量的 一组放程 好 大家想一下 这个放程呢 怎么样写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下面呢 自己在下面呢 写一下 我们下一节呢 再把这个期呢 我们再讲一下 我让我们开始 儿子 就呀 好 我们下一个 这里 走 感谢观看